大家好,下午好。 今天我給大家講的是Education Tape。 我們今天想把這個Jester和Education Tape combined一起。 就是說,如果你有Joke的話,你就可以去講Joke。 你如果沒有Joke,你可以講Education Tape。 今天我就給大家做一個例子。 今天我要給大家講的是How To Deal With Hackers During Your Speech。 Hacker呢,中文的意思叫黑客。 黑客。 黑客,黑客地步。 那這個黑客呢,它原本的中文意思是 別人到別人的計算機裡面去竊取別人的情報。 那麼Hacker during the speech呢,就是somebody interrupt you, right? 那這個Hacker和別人真正想問你問題的人呢,是不一樣的。 別人想問你問題的,他真是想問你問題。 他問的問題是relevant to your speech的。 但是Hacker呢,他的主要目的呢, 他是想把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他那裡去。 那麼典型的一個例子呢,就說你正在演講的時候,別人問你一個問題。 那你給他講了以後呢,他開始滔滔不絕地講起來了。 那這個就是Hacker了。 那遇到這種情況怎麼辦呢? 今天給大家講兩個配。 首先呢,第一個呢,你如果不想讓別人來提問題。 就是你在speech的時候不想讓別人提問題的話。 你可以在一開始的時候就告訴大家。 你說我speech的時候,請把你的問題hold住 until the end of my speech。 然後這樣子的話,大家就會知道到end of speech,然後才提問題。 這是第一個。 那麼第二個呢,就是說如果真的在你演講的時候, 有別人來給你comments,或者make a joke,或者whatever呀。 你這時候應該怎麼辦呢? 你這時候千萬不要著急。 你必須要polite and calm。 然後你怎麼辦呢? 如果他滔滔不絕地,還是在那一直在那講呢? 你就可以打斷他。 但是你打斷他的時候,一定要polite。 你不能說stop,don't talk。 你不能這樣子。 你必須要說,that's a very interesting question. 然後你就開始再講你的。 然後這樣他就會stop。 所以我希望今天的tap呢,對大家以後的演講有所幫助。 Thank you,Madam.